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帮助种植户们查看水稻质量 为来年种植做准备 这个群势 对 你这个种子是哪来的 这个种子我说是七年前留的种子 七年前就第一次我跟你说 你免疫都自己留种 对 对 对 你这个你看看 太杂了这样 这个 这是南根四十六 是吧 你这个 其他的都是你看 这个是自身道 这是自身道 南根四十六 你一半都不倒了 一半都 那你这个 这个产量肯定影响大了 产量好像影响大了 是不是 你这个种子 不能用了 很多年前 玉林明就是从王才里那里拿到的 南根四十六的种子 这么多年 一直通过自留种在种植 没想到今年 却出现了问题 这个种子留下来是个情节 因为这个种子当初是圆圆种 圆圆种 非常正规的种子 是老实给我的 所谓的 一致没舍得慌 还有一个就是 心里的一个就是情节 圆种 算权是受不了的 目前只有这个品种 算钱还能受到 当然产量 还有其他方面的仪器 它也有 去买正规的种子 一斤种子 可能要四五块钱 但是它自留种 是吧 那么它这个存本 大大地降低了 但是实际上呢 它这个 这种自留种 省是最大的 是它自己 你比如说 刚才我们说的 它这个种子虽然是 少花了 比如说两三块钱 一斤 一磨地十斤种子 二三十块钱 但是你如果说少收了 这个 不要说是两百斤 少收了一百斤 那么就少说一百三十块钱 那么另外一个 对品质的影响有 因为它 以后收了以后 它这个扎刀子 也没办法去掉 它一起的粘成米的话 那么这个 变成扎米的 它根本不是难 跟四十六的 价格就会降低 双千米的卖点 和成本的节省 让玉林明 始终不愿意放弃圆圆种 但他不知道的是 经过七年的播种 如今种子 已经混杂了一半以上的杂道 早就不是当初的南京四十六 而真正的南京四十六 本就可以在双千收获 若想继续种这个所谓的圆圆种 必须提纯稻种 但需要玉林明付出更多代价 然后如果说到还有一些要长出来的 你发现一口 你也拔掉一口 慢慢地长出来 到时候这个可能不容易解决 你想这边一百多亩 如果像那样子高的话 这个拔草的 就是拔草草的 这个土路太大了 那这样子你现在 你到第二年 还是这个办法 还换种 你到第二年换的肯定换 你肯定不能留 王才林从事水稻研究工作近四十年 江苏省有近三分之一的土地 种的都是他研究出的水稻 虽然已经退休 但王才林却依旧奔波在田间地头 为种植户们解决各种问题 让百姓们种上好的品种 挣更多的钱 是王才林最大的心愿 1991年 就是带着这个愿景 王才林前往日本学习 但看到日本稻种 连续几年在国内市中失败 王才林意识到 繁育中国自己稻种的重要性 当时第一年回来 可能也带了几个品种回来 然后因为种质量少 先烦 烦了以后 后来看实际上是多不太理想 因为日本的品种都是早醋品种 早醋品种 它的生长期 可能到南京来 可能只有130多天 品质也不好 当时我在想 这个日本的品种 直接拿回来种 不行 所以说必须要配合我们江苏 适合我们江苏的品种 下定决心后 1998年 王才林博社后出展 回到江苏省农科院 开始了他的水稻研究之路 这条路走了十年 才修得正过 所以从99年开始 不是拍着 一年就拍了 把日本的品种 跟我们江苏的 中国的很多的好的品种人 拍出杂交组合 第一年拍了几百个组合 可能有四五百个组合 然后到东西就到海南道去加带 99年做到杂交 一直到2008年 第一个品种南根46成定 非常枯燥非常整理 一定要耐着做积木 要不然的话 几年选了以后 选了不行选了不行 选了淘汰 真正十年 从头到尾真正十年 那么一年两代 至少可能要十几年 2008年通过省林 那是第一个品种 那时候叫江苏省最好吃的大米 南根46 就是那个新闻媒体都报道了 南京46的口感软糯弹牙 油润饱满 直到今天 都是江苏省内口感最好 种植户收益最高的稻米品种 2019年 南京市政府开展了精灵味道项目 结合南京46的优点 裴优挑选出了最适合 南京本土种植的精灵味道专用种 在南京推广播种 并邀请王才林等多位专家 全程指导大家如何科学种植 第二年 加入项目的种植户 收入就比以前提高了50%左右 大家对这个在南京 首次大面积推广种植的品种 终于放了心 今天这个帮你还是不错的 王老师 那你看看 我们考庭这个情况 就是这块地考的就是说 还要几天需要上水呢 陈小剑就是第一批 加入精灵味道项目的种植大户 随着这两年 田里的收入越来越好 陈小剑还将在外做工程的 儿子陈俊叫了回来 父子俩一起种水稻 一般南根416的产量呢 比常规水稻是略低 大约是200斤一亩吧 产量少但是它的效益高 而且母厂值就提高了很多 一亩低的就是说 厂值应该在2000到2500 种南根416一亩低的厂值呢 大约在3000到3500 王老师啊 就是说我们在什么种植模式上 能把这个就是 南根416的产量能提高一点呢 对 而且不影响它的就是说口感 我们也做过了 就是说产量越高 就是像南根416 产量高的和产量 就是说在1000到1000亿左右的 口感是两样的 你这个问题很好 就是确实就是我们这个老百姓 最终关注的是效益 对吧 最终就是我们做精灵味道大理的 结果要加高没得高 这个效益好 对吧 我们现在的这个制定这个模式呢 就是以优质的中心 是吧 优质为重 然后尽可能提高产量 加入精灵味道后 虽然整体产质有所上升 但是陈小健却希望 能再多提升一些产量 可儿子陈俊却有不同的想法 但是王老师就是我个人觉得 就是相对比于产量啊 我宁愿牺牲这个一部分的产量 让它这个品质 口感 这个后期这个优质效果 会会更好一点 因为我们这个 毕竟现在这个是大家都能够吃 基本上都能吃饱的年代了 我更关注的是 大家怎么更多的是能吃好 对 这就是你们年轻一代 跟我们这一代 考虑的这个四点就分一样 是吧 吃饱的都是要吃好 对 现在也是这样 但是确实我们现在正在处于这样一个 转换的这个时候 那么对于南柯四十六来讲 要打造高端优质大米品牌 首先必须要保证品质 对对对对 品质要好 品质不好的话 你这个打造不了高端的品牌 对对对对 所以说我们现在目前这个 建林味道这个大米 这一套标准化的技术 就是以优质为主 在这个基础上来提高产量 所以说我们尽可能 让你们两个人的 富士量的想法能够能够集合起来 这也是我们的目的 这个效益最高 是 是 是 像我们就是要追求 又要品质好 又要产量高 对对对 增加田间的某效益吧 对对对 因为我们思想传统一点 是 最后最终的目标就是要收益要高 对对对 喂 喂 喂老师你好 大脚大脚大脚 那个这两天温度天高 嗯 这个水深怎么管理啊 哦 哦 对这两天对 都三十几度呢 那不过温度反正对灌浆没有影响 但是水降管理上要注意 你水呢 亭里要灌灌清水 突然保持湿润 王老师这个人呢 当时我认不湿他的时候 我认为这个人应该是 比较高大上 后来一结束以后 他这个就是一个农民嘛 好想看就是一个农民 很平易近人 也没有什么架子 给他问什么 都是不嫌烦 人还是口爱口情的 几十年的研究生活 水稻 早已成为了王才林生命中 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只要没有其他事 王才林都会在天刚亮的时候 来到水稻田看看水稻情况 南京四十六的成功 并没有让王才林停下脚步 现在的他仍在继续研究高产高品质的水稻 忙碌的工作让他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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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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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 老人就在小孩 那怎麼辦呢 這麼大年齡呢 人家這麼大年齡早就走掉了 是 我們也有老媽看看 是 有老媽就有家 是 那你這樣啊 那你早點休息 你也不回家 我已經回來 我在辦公室 快回去了 是 我知道 已經九點八也沒到了 這地方我早點多大年齡呢 還不回家 你跟老媽比還是小呢 你跟老媽比 那不是吧 那我老媽這麼大的 那就這樣 你也早點休息 好吧 謝謝你的關心 有你照顧老媽就好了 有你關心就好了 好 那就這樣啊 好 拜拜 好 岳母今年已經103歲了 最近生病 王才林卻一直抽不出時間 回去探望 對於家庭 王才林心裡 一直充滿了遺憾 最大的影響對我的家人 對我的家人真的是 我父母親去世的時候 我父親去世的時候 我是在外面出差 我家裡我哥哥打電話回來 那次說真的不行了 但是我在外面出差 因為開車回來很晚了 已經到了網上1點多鐘了 我馬上開會就來得及的 來得及的 但是呢 確實也累了 我哥哥說 你就在家休息 你就一早就回來吧 哪知道 早上10點都中 我哥哥打電話來 爸爸走 我都沒進到最後一命 後來因為我媽媽我就 反正有空我就要回去 是吧 我媽媽是前年 2018年5月13號 母親節起世的 那時候我在哪兒 我就在收拾出差 五一號我還回家的 我給我媽媽洗腳 幫她剪指甲 我還跟我媽媽說 我說媽媽 你肯定能回到100歲 哪知道 那天在早上8點多鐘 我哥哥打電話來 他說老媽可能這事不行了 然後那天正好有個會 我跟他們說了以後 然後怎麼已經約了好多次 我說講完課才回去 講完課才回去 應該到家11點多鐘 到家11點多鐘 我媽媽他們都在叫了 媽媽媽媽媽 我媽媽對我看了眼睛 一直是 他們說他們叫一直不睜眼 等我回去叫了眼睛睜開 看完眼走了 那天正好是母親節 所以我說 我媽媽知道我忙 沒有時間陪她 她就這樣自己暗想地走了 沒有人讓我陪她以往 這是我最大的遺憾 現在對於妻子來說 希望的不是王才靈 能夠和她一起照顧母親 而是希望她能好好休息 但王才靈的電話 卻一直沒有停過 好 喂 喂 王老師你好 你好 我是龍跑街道照發媒體的小葉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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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這麼晚來給你打電話 有個事情就是想麻煩你幫個忙 你說 我們今年我們這個道電 這個道夫的情況很嚴重 然後已經達到了50%以上 有些天快道得差不多都倒完了 你看如果明天如果你有空的話 就過來幫我們看一看這個道夫的情況 看我們看一看到底是什麼原因 明天是吧 行行 好 我這個人就是這樣子 這個 中間大夫 跟我有時間 我會想方式說話 抽時間去 那時候我就非常期待他們 他們 心裡想 可能能遇到我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呢 我只要我有時間 我總會去滿足他們 交易的時間總會 我會退一退 已經到了水稻收穫的季節 到處都是豐收的盛景 但昨晚 給王才林打電話的葉書記 所在的趙爸村裡 一片片倒浮的水稻 讓村裡的種植戶蔡遠志 絲毫體會不到豐收的喜悅 王才林的到來能否為蔡遠志解決問題 我們的種植物來很輕 早點水是很大 什麼辦法 能讓蔡遠志 瞬間激動 歡迎繼續收看 三農群英會 下午 王才林如約來到了村裡 這是農工業的王老師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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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正好來了 我們先有個問題先去曉得 嗯 靜林那個稻子 稻埔的名字是特別大 嗯 第二個呢 它這個靜林這個稻子呢 這個 為什麼我們的 往常種植物 都是這樣的 就是關於這個靜林呢 平等可能 我以前我們村裡面釣的 嗯 怎麼往上林 我們都是自己釣 靜林滿村裡統一釣種 嗯 調種了以後呢 這個靜林的稻子 出現了特別的一種植物 嗯 所以這根子呢 就是我們的種植物很急 嗯 照亮的水是很大 嗯 你們要看看 你看到這個靜林 倒裡這個 倒裡這個整個石 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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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這麼倒到這個 首先呢 這個肯定是跟平種 起到這個倒比這個很厲害 對 你看吧 它這個幾乎這件那麼長 是吧 第一次件一般就 就這麼長 這麼長 那就那就行了 現在這麼長 這個刀呢 首先是跟平種一般 其中好的平種你不倒的 不一樣 還是平種呢 對 首先是 它有一個平種 有一個平種 有一個平種是抗倒不 比較好 對 對 對 首先跟平種有關係 對 平種也要 有抗倒的平種 它就不會倒 對 你看了 黃老師先來 你說 嗯 想要一個平種的問題 就是去哪個問題 對 剛才黃老師先來 就是說 你這個 在這個問題上 能不能請黃老師 給我們這個指點呢 我聽綠水的老神講 他們加入了 今天遇到的這個種植基地 是不是有這位 對 對 對 每年呢 有這個大概二十來戶 一戶呢 五百畝以上 然後呢 統一來供種 供應呢 就是南根四十六代 優質原種 然後呢 通過我們這個 在江蘇農克蘭的技術團隊 來提供標準化的種子技術 然後呢 使它的品質達到最優 那今天不好吧 對 老百畝的利益保障了 我存在那個小爐問題 對對對 我能射上了 我覺得 射了這些驅爐 對對對 這個保障率很高 是是 這不是好嗎 對 像我們這個村裡面 有幾些母的這個土地 我們看看能不能 就是明年 加入到你們這個 今天會到這個基地呢 我們這個管理項目 它會對你們這個 種子條件來進行考察 你們不好看 關鍵條件突然條件 對 因為缺乏專業人士把關 導致今年的稻子品種 沒有選好 但如果能加入政府項目 種源和田間管理 都有了專業指導 村民的種植收入 也就有了保障 今年呢 就是我們可能買的時候 沒有選擇好這個種子 它的抗島服務能力比較弱 然後導致我們現在這個田間呢 整個村的這個水稻 導服情況相當的嚴重 這個損失估計 每個承包戶的話 大概要減長兩成左右 王老師現在 跟這個靜林味道這個品牌合作 也是種植的王老師的這個 南港四六的品種 這個品種 也是比較好的 既能夠抗島服 而且它實位性也很強 也比較好賣 今年呢我們就打算找到王老師 然後想加入到這個 精靈味道這個品牌裡面來 從趙霸村回來 王才林又邀請玉林明 到農科院品嘗一下 今年的新米 希望他可以放棄自流種 明年也跟著大家 一起種植精靈味道 多點品牌呢 你也來嘗嘗看 好 這個我們有五個洋品 你也嘗嘗哪個好哪個不好 你覺得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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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哪 這個米 四十五個人的這個點 好的哪 好在哪 香 香味 軟 軟 畫 花 花 tap 滷 加了一個 drowned 用魂性 香軟 滷 有點有點他都有了 糖 花你都講出來了 香 軟 糯 糖 滑 都燙出來了 所以這個燙了以後你就知道了 現在這個精靈味道都是我們 每年都是買的這個 都是用原種來種種的 那麼你這個現在都是用的 用的這個滋溜種 雜刀子那麼多 這口感肯定要變差了 老實是這樣 對不對 滋溜種是一部分 原種也有 就是每年都要在您這個地方 訂您那個樣子的原種 是嗎 對 你要品質好一定要首先種子也好 首先種子也好 不要不是說是這個品種就行了 如果就是像藏過以後 現在所謂原種種出來這個46 跟曾經以前的那個原種 是有一些區別 但是它現在的就是原種的 成分一個 它當然可感越好了 那個原原種我正使我來丟 當然我要花力氣把它就是 提存這一塊 這個工作我會做 因為把它丟的話就沒有了 雖然玉林明仍不想放棄自流種 但願意接受新稻種就是好事 收穫仍在繼續 王才林和種植戶們的故事 也依舊沒有結束的去世 身體還好 因為我們畢竟是在庭根上 這個走光了的嘛 是吧 所以應該好 但是還是在 數字還是在下降 我現在也過去了幹多久 我看看他們 像我們招雅夫老先生 80歲還得很好 楊先生他就說他 我這要幹的我天天要幹 是吧 我們肯定也是停不下來的 所以沒有什麼興趣也好 你說我們幹什麼 對吧 只有這個 除非幹不動 幹不動就不幹了 幹不動肯定要幹 歡迎收看由政大冠名的 三農群英會欄目 各位觀眾們 我有沒有聽到 有請問 我們先去江南 並開啟動 我們先去江南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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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